好,各位们好,我是董买买 前两天虽然还是在疫情期间 但是未来已经复工了 并且给部分地区的未来车主们推送了2.5的系统 回望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 基本上未来还是保证了一个月 或者说一个月稍微多一点的时候 还是推送一个系统的 我很欣喜的看到 作为一款交付已经有两年的车了 未来还在不停的去支持新功能 再加上这一次Neo OS 2.5 确实有不少新功能值得来说一说 于是就当做我长测视频的一部分 这一期跟大家来聊一聊 未来Neo OS 2.5到底更新了啥 首先自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你在更新车的时候需要把车停在停车位 并且整个更新的过程中 车是不可以移动的 千万不要停在什么长安街 这样想出名的地方去更新车系统 那照例未来这一次系统的固件是2G左右 所有的费用依然都是未来来承担的 来说一说车机系统的提升 首先第一个是软件方面的提升 支持通过在手机APP上远程的打开方向盘加热 远程的打开座椅加热了 那未来的方向盘加热跟座椅加热 其实一直都是可以在车上打开的 然后车内可以通过手机APP打开空调 就比如说你冬天想出门开车的时候 你觉得车有点冷 先把空调打开就是可以的 但是方向盘座椅加热 这个一直都是大家说应该把这两个也加上了 这一次终于加上了 如果你的车在北方的话 应该还可以用上个一到两次吧 这个加热做的比较细致 关于座椅加热方面 你到底是要加热主驾还是副驾还是后排座椅 这个都给你明确了了 所以应该来说做到这一步 这个加热问题应该就没有啥 可以在手机APP上还需要再控制加热了吧 另外车本身这一次带了一个预热开关 就是你在选择加热的时候可以远程把车的预热打开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在冬天的话 比如车停在外面车的气温比较低 那个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如果车在冬天停在室外 然后你开的距离又很短的话 这时候你会发现车的能耗非常高 为啥 因为车需要把这个电池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的时候 它需要消耗自身的电量去给车的电池加温 那这时候如果你的距离又很短 你就会发现这一段距离的能耗特别高 这个预热开关 如果你打开的时候 那默认在加热的时候会给车的电池开始预热 这时候如果你的车在充电桩插得在 它末日应该是从逻辑上来说 应该是从充电桩去获取电量的 那即使没有从充电桩上获取电量 它因为提前把电池的电量给它加热了 这时候你的车再开出去 即使你的路程很短 你也不会发现车的性能好像比较弱 然后你也不会发现这短暂的距离 好像怎么感觉能耗这么高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设定 那说到这个加热其实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 在燃油车上 其实燃油车的加热是非常简单的 它只要把发动机的暖风吹向车内 这个车温度就升高了 因为燃油车的车辆的发动机的燃烧效率比较低 大概80%的燃烧的汽油都被用来发热 作为燃油车发动机燃烧效率比较差 这么一个优点 打双引号优点 所以你可以在冬天享受到很快的加热 说起来有点诡异 但确实是如果你开燃油车的话 冬天热起来比较容易 对于电动车来说 如果没有提前预热 确实会造成能耗升高 因此这个按钮 我建议在北方同学还是默认 它勾选上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车内的照片分享 之前你在车内拍摄的这些照片 只能通过U盘的方式给它导入出来 那这一次支持网络给它导出来了 好像这样的照片 我个人是觉得用处不是那么大 因为往往我车买回来之后 我可能也就在几个人 或者家里人跟起来玩玩 Hidomi拍张 给我们拍张照吧 拍了那么几张照片 我个人是没有特别多的需求 反正他们做了一个网络导出 那方便就不会方便了吧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重头戏了 Neo Pellet进行了大量的更新 那首先呢 它支持AEB-P以及AEB-C AEB嘛 就是自动紧急制动 Auto Emergency Brake 过去的AEB呢 只支持前车的识别 那主要的作用就比如说 你开车跟着前车的前车突然制动 你可能因为走神啊 或者某些特定的原因的时候 你没有关注到 这时候车内会提示你要踩刹车 然后甚至到最后 如果你依然忽视它的时候 它会有制动力 帮助你去北车降低速度 减少你追尾的风险 那这一次呢把这个杠P就是把行人 杠C就是赶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不仅包括自行车 包括那个快递外卖较送的小车 反而也能识别出来 这个也加入了 不过这玩意不太好测 你知道正规呢 去测试AEB-P的这个小人 可能是20万左右 然后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 有这种类似的符合这样标准的小人 也要八九千块钱 就是买 关系是买这么一个小人是小事 买完之后 你还得找到合理的路上去测试 请千万不要在道路上 以主动加油门的方式 去体验AEB这样的功能 这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所有的AEB都会有可靠性的问题 你看过之前特斯拉测试的AEB 把它假装装到嘣嘣嘣嘣嘣嘣的 你故意去试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给自己 以及别人都带来伤害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 另外的一些更新是 你直接可以体验到了 首先是仪表盘上的优化 那上一个版本中呢 Neo Pilot已經支持三个车道上的车辆显示了 那这一次呢 把这个三个号车道的显示 应该来说支持的更清楚了 或者说显示的更加准确了 并且呢 对于车道距离的展示啊 前车的距离的展示 也展示的更加清晰了 那令我非常满意的是 它有了类似于 特斯拉一样这样的视角 我觉得特斯拉是在去年 那个更新了一个版本 更新完之后呢 你的车的那个展示是随速的 就你车在低速的时候 它的视角会比较低 显示你的车比较大 随着车速的那个增高的时候 视角会逐渐抬高 显得自己的车比较小 然后这样那个可以在屏幕中 收纳出更多的车 那这一次未来 没想到 那个Neo Pilot 其实是去年六月份正式推送的 不到一年的时间 Neo Pilot把这个显示也给它做好了 就是你现在 所车内所展示的 Neo Pilot的车道显示 它也是随速展示的 这一点 在视觉上感受就很好 另外呢 就是一些小的修补 比如之前Neo Pilot 大家的车长的都是一个颜色 现在呢 对于自己的车 你车是啥颜色 并且你的车灯 你的前车灯打开还是没打开 这一次在模型上都给它渲染出来了 这个呢 作为一个特斯拉车主 我觉得比较正常 因为特斯拉我用这玩意用了好久了 只能说 未来把之前缺的课给它补上了吧 再往呢 就更新一些更好玩的细节 比如车离周边有一些 那个物品或者车 离你的车比较近的时候 你这时候是可以在车仪表牌上 那个直观的感受到 哪个角度 带来的 那个车靠的比较近 这一条更新啊 其实是我在刚提 未来ES8的时候 我就说能不能把这个事做成像特斯拉那样 结果未来用了一个很巧妙吧 它做的不像特斯拉那样 是画线那样扭拨扭拨画线 那个贴近过来的 它用的是直的长条线 但是确实也很直观的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做的还不错 虽然这只是一个显示上的小的展示的这个功能 确实满足了我之前提出 要把它这个加上的一个需求 再有呢 就是一些小改进 比如说你要拍到就在低速情况下 你跟车的时候不是会出现前车刹停 你也要刹停吗 在刹停的时候 它改善了舒适性 这个我体验了一下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你要硬要说有区别 我只能说好像是不是在最后一段车 从可能三四公里到零 这样非常低的速度刹停的时候 它用更加温柔的脚法去踩了 这个我的感觉不太明显 因为你要拍到就在踩 在最后一段踩刹停的时候 其实一直是要比AP要温和的 所以也许如果两个车混着开 我自己开的都有点乱 我个人觉得好像区别不太大 欢迎更新过的同学们跟我说说看 你们可以在弹幕中说说看 这个更新你的感觉有没有感觉到 那个变得更加温柔的提升 最后就是Neo Pilot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的更新 像去年我在开着Model 3 当时我还没买Model 3 我当时租了一家Model 3 在美国的时候 我发现Model 3一个功能特别好 就是美国会有些特别大的卡车 你在Auto Pilot的状态下的时候 那个大的卡车可能几乎 把它自己的那条车道线给充满了 有像你这条车道开过来的趋势 那这时候如果你使用Auto Pilot的话 其实你并不会让车上正宗在中心开 它会略微的朝左边 或者说朝另外一侧 那个把车向外面开一点点 但是又保证自己不要压出车道线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呢 就是避免跟这个大车发生一些寡蹭 那没想到Neo Pilot 同样在这个版本中 也把这个功能给它更新上了 并且你能非常明确的感受到 Neo Pilot的主动往边上变 这个就做的还不错呀 你知道去年Neo Pilot才释放 6月份到今天也不过才七八个月 那个未来就把这个功能给它加上了 你要说特斯拉 其实那个AP推出了好久好久才加上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还觉得挺高兴的 让我对Neo Pilot的信心大增啊 你知道吗 就这么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功能 所以以上就是这个Neo OS 2.5 Neo Pilot我觉得做的很棒的地方 当然Neo Pilot与相比于AP 还需要改进的地方仍然还是存在的 就比如说 在有一些比较窄的道路上 你能明显的觉得Neo Pilot 而且对于车道线的把控能力还是比较差一点 当然这个也不好比 就这么说吧 在头上窄的一条道路上 我开Model 3 它是可以一直保证自己把这条车道识别出来 然后一直往前走 但是我昨天开ES8 在我特意去那些比较窄的道路上 确实还是出现了跟丢的情况 就是跟丢的就是你要手动去控制嘛 那个比较窄 然后这样到面也不清晰 那这方面其实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我觉得还是Neo Pilot就在识别能力上 或者说在这个整个识别策略上需要继续加强 那另外一点就是ES8确实要比Model 3宽一点 同样的倒是在Model 3来看可能不是那么窄 但ES8来说确实就窄了 但我没有去开过Model X走同样 倒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在我心目中一直有一个感觉 就是Model 3在这些不太清楚的道路上的识别能力 确实应该是要更强一点的 这是我的感觉 我觉得Neo Pilot就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加强 那再有就是同样的 比如说像我的老盛察岸的话题的 在一个弯道上 同样的一个载道上 我可能以5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载道的时候 Auto Pilot可以保持住 虽然以非常激进的修方向 让人感觉到不安的感觉 但是不管怎么样 Auto Pilot可以保持住这个时速把这个弯道过出来 但是同样的一个弯道 同样的时速 Neo Pilot还是会出现过着一半跟丢的情况 这时候你需要手动去接管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Neo Pilot 仍然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但是尽管如此相比于其他燃油车 我觉得Neo Pilot的整体表现 肯定还是非常非常让人满意的了 我觉得还需要继续加强 毕竟Auto Pilot是全世界 不管是测试里程 还是实际用户在开的里程 都最多的一个Pilot 不管怎么样 你都会面对它的 比它做的要稍微差一点 在短暂的这个时间内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长期来看 我还是希望 甚至说作为一个车主 我要要求Neo Pilot 达到Auto Pilot一样的这个水平才行 对吧 其他的一些细节方面 比如说HiNomi的功能 变得更加强大了 之前你比如说你跟Nomi说 你需要把空调温度调低一点 Nomi可能帮你把空调温度调低了之后 那也许你觉得不够 你可能还让它再调低一点 或者你干脆发一个指令 HiNomi 让空调温度调低个三度啥的 那这一次呢 他做了一些联动操作 就比如你同样是要把空调温度调低的时候 那个Nomi帮你调低的同时 同时还给出你一个空调温度调 你可以自己再横向拖动一下 到底是要调到多低 这方面呢做了一些这样类似方面的联动 那同样这个HiNomi已经做得非常强了 可以说已经没啥对手了 还进行了一些改进 这个做得真的挺好的 那如果你是未来ES6的车主的话 还支持叫什么 一键即打 就是你喊HiNomi之后 不需要等待Nomi回答再呢 你可以喊HiNomi 然后直接让Nomi做一些操作 这有点像害Ciri了 就是Ciri不需要等待 你不需要等待Ciri回应你 你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个指令 那这个功能呢 我打听了一下 在ES8上那个以后也会逐渐更新出来的 所以就让这个语音助理变得更加好用了 这点做的真的挺好的 另外呢就是地图上支持家电资源展示了 这个把它补上我觉得是应该的 特斯拉其实一直点击那个家电的那个地图上的家电那个按钮 那个按钮会显示出周边所有的超充 最近不是因为疫情吗 除了超充之外 他们还展示了部分第三方的充电装 但展示的不太全就是了 那这一次呢 未来做的比较粗暴 就你点击那个家电按钮 不管是换电站 还是未来自己的超充装 还是第三方资源 它都给你展示出来 然后甚至这个第三方资源 那个功率什么样 全部都给你写清楚 所以我觉得作为电动车是必须的 这个功能把它做上了 也算是把过去的一个补课吧 挺好的 但是把补课补上了 我觉得做的也还行 好了 以上就是董白白对于Neo OS 2.5的使用体验 那我听说呢 未来是对于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比如像湖北省 好像是没有进行任何推送的 所以请在湖北的同学们 你们保重身体 注意安全 待到疫情结束时 你们再出去浪 想怎么浪就怎么浪 就像我开头所说的 一辆车已经交付了将于两年的时间 未来还在继续支持 并且还能给客户不断的带来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值得在乱的地方 当然特斯拉也一直在努力的 不停的给车 给车主们遭遭惊喜 这就是好事 在2020年了 汽车心思化不可阻挡的这么一个年代 你还去购买一辆不支持OTA的车 你买一辆车 买进来的时候是啥样 一辈子都是啥样的时候 这未免也对自己太惨了一点吧 就像我们使用手机软件一样 我们已经习惯于手机软件 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功能上的提升 对吧 对于车辆来说 当你习惯了OTA每次更新 都能给你带来一些惊喜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使用体验特别特别的爽 所以老规矩 如果对未来感兴趣 也不妨扫描我的二维码 去体验试驾一下未来 那如果你使用我的二维码注册APP 并且最终提车成功 我俩都会获得一万两千未来积分 在未来APP中就相当于一千两百块钱了 我们俩可以去购买 未来APP上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同样呢 在疫情期间呢 未来还做到了无接触订车 无接触交车 如果你现在买了一辆线车 然后他们交付到你手中的时候 是可以按照你的要求 进行无接触交车的 尽最大可能保证双方的安全 好了 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 订阅懂买买 买买的偷掉B站微博 YouTube对我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